來台拍攝觀光宣傳片的日本藝人木村拓哉 今天一大早來到台北的那湖花市 也吸引了數十位追星族要來一探巨星風采 木村拓哉上公拍廣告 第一個地點就選在台北那湖花市 頂鑼被層層黑幕包圍 只見工作人員忙進忙出搭警調燈光 但對粉絲來說 要見上木村本人一面很有難度 頂樓電梯一打開也被劇組拉起封鎖線 到處都有保安看守 就連業者也不得啟門而入 我們是有倉庫在樓上 那有跟你們說今天可能有掃除 沒有沒有沒有 趁著週日花市修飾 日劇天王木村拓哉 和國際導演吳宇森就在台北拍片 不過合作過程保密到家 這兩天將密集拍攝 以展現美食 文化和人情味 最快10月日本就能看到 牧村所拍的台灣公共廣告 觀光局也喊話 只要拍攝行程順利 牧村就有機會舉辦公開記者會 和台灣粉絲就能大訪相見歡 我有點TV網友捐集中 可不見報道 好